刑事检控专员梁卓妍请辞将会在年底离任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胜益已经接驳梁卓妍的通知 消息指刑事检控专员梁卓妍透过内部电邮 向刑事检控科的同事说 她已经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间提出请辞 将会在年底离职以确保交接的工作畅信 梁卓妍也提到请辞的原因 说她和律政司司长就刑事检控科的工作 未能保持一致意见 随着时间过去情况仍然没有改善 认为不利刑事检控科的运作 她作为检察官服务刑事检控科25年 并且作为部门首长 不愿意见到这个情况 认为委任一个新的刑事检控专员 能够带来新理念和愿景 对律政司司长和部门是最好的情况 梁卓妍说享受在刑事检控科做事的每一日 又说检控官是一份艰难但是光荣的工作 检控官的工作并不是追求定罪 而是要确保提供能够反映罪行 被告在公平审讯之下获判合适的刑期 她说检控人员需要提醒自己是公义的执行者 又说很荣幸得到不少法官 对刑事检控科人员表示赞赏 律政司司长陈若华在记者会承认 已经知道梁卓妍请辞 53岁梁卓妍出现 1995年加入律政司刑事检控科做检察官 2012年担任副刑事检控专员 5年之后获委任为刑事检控专员 好消息因此记者 刘俊玉不得